14岁的顺治皇帝即将成婚 他对他的新婚妻子十分好奇 吴总管被问得一脸猛逼 而顺治心里担心的不行 要是自己即将迎娶的表妹 像舅舅多尔滚那样 长个大托盘下巴 那可就坏了事 可老吴实在不明白皇上的意思 转头拿起靴子 劝说皇上试一试 这可是您那位即将过门的妻子 科尔庆公主亲手做的 且太后也特别交代我 嘱咐您血穿后感 顺治听此 只能按耐住心中的疑惑 不情不愿地试了下血 结果下一秒 直接痛出了朱叫声 老吴立马飞奔着脚丫子给孝庄报信 可孝庄此时正和郑亲王一事 得知消息虽然着急 但还是坚持一完事 然后才慌慌张张朝前轻功赶去 到了之后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靴子 是断裤的留丝裤背的布料 皮裤的张丝裤背的皮料 袖座王领催袖的花边 侧宫的翠国给奈的鞋底 随后太医把靴子摘下来 众人这才发现 皇上的脚底全是鞋 老吴一检查更是一脸后怕 原来鞋子里藏了根锥挺子 这是专门缝马案子用的 很是锋利 差点穿烂了皇上的脚板子 可是谁如此大胆 尽敢对皇上下毒手 孝庄立刻下指封闭所有宫门 把拳宫上下搜个遍 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货色干的 一通盘查下来 只有上马间的长安太监小鲁子 被发现自己的工具里缺了锥挺子 接着一番审讯后这才知道 小鲁子把自己的锥挺子 借给了侧宫的宫女翠国 因为翠国手脚不利索 天天挨主子的耳瓜子 小鲁子不忍心 这才大意把工具借给了他 谁知道尽量成这等货事 更尴尬的是 翠国当晚就被发现上吊了 线索就这么断了 这背后肯定还有大猫腻 孝庄吩咐敖 继续去把这趟浑水给烫清楚 然后敖敖就来到了太妃这里 可这几日的严格盘查 闹得后宫乱成了一片 太妃打心里看不惯 我想问你 咱们脚底下 还是不是先帝大贵妃住的地方 打不上来了 大地底下 找先帝爷问你去 臣爷是奉旨行事啊 你奉的谁的旨 那段宫 我已经心关照 旨之永久 这是先帝的遗血 有人给忘了 你也忘了吗 遣送的遣送 吊死的吊死 出宫了 也出宫了 他还想怎么着啊 给皇上疗伤去要饮啊 也放不上把后宫折腾死啊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敖拜只能撤人 最终这件靴子行刺事件 只能归咎在了小鲁子的身上 而行刑的大刃 则落在了老吴的身上 老吴为了扬明立威收复干儿子 还召来了所有的小太监们 围观他行刑 一个小太监看小鲁子呼吸愈加困难 立刻给他捅了个窟窿 老吴无语意痛痛骂 至于即将上路的小鲁子 也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 隔天一大早 躺平的小鲁子被挤得太监 鬼鬼祟祟地拉出宫 可巧就巧在这 顺治的轿子正好语气擦肩而过 看着那鬼鬼祟祟的身影 顺治充满了好奇 想看看那到底是个啥好东西 老吴剑实在劝不动 立马放出大招告诉皇上 这是内务府刑房运出来的尸首 可不说还好 一说顺治更加好奇 直接就掀开了盖头 然后就因为这一眼 被恶心地当场倒起了墨子 然后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释怀 回到寝宫后 顺治还用被子把自己包起来 瑟瑟发抖 爱好奇心害死猫啊 安郡王剑给孩子吓得成了这个鬼样 赶紧询问老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汐儿长街撞上尸车了 没别的 你明明知道他胆子小 为什么还让他看 奴才拦不住我 非要看的 只看了一眼就吐了 安郡王当即就怒了 狠狠呵斥了老吴一顿 骂完又扭头安慰顺治 然而顺治完全听不进去 只抓着一折子连连开口 说折子上说 吴三桂攻破安禄府城 得首级2400余 还命人把这2400个脑袋 挂在了城墙上 这种场面仅仅是想想 都觉得惊心胆颤 吴三桂为啥胆那么大 安郡王只能安慰他 那都是虚数 说是有2400个脑袋 其实只有一千多 可顺治还嫌不过瘾 又拿起了霸州的折子 大汉无良遍地恶品 为什么静灵的人 不能给他们一口饭吃 还有刑部满门 抄斩猪灭九族的体本 老人快死了要被斩首 孩子刚生下也要被斩首 安郡王听词只能告诉顺治 历史上血流成河的故事 比你的头发丝还多 别去纠缠那些了 给你讲个我的故事 我16岁跟着父亲 参加大灵河之战 跟殷奎贝勒一起 骑着马冲锋 后来一只剑 从殷奎贝勒嘴里射进去 又从脑后出来 我当时抱着他的失手发呆 结果这时 父亲跑过来 让我上马继续冲锋 他用斩刀砍我的战盔 说我再不冲锋 他就用刀砍死我 他骂我是个怕死鬼 我骑到马背上以后 才哭了出来 从此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可安郡王的故事 并没有将顺治 从人生阴影里拉出来 他一个人蜷缩到了黑暗里 意志越发消沉 直到这天羊神父汤若望 前来劝解顺治 他说起了多尔滚当年的 意气风华 与情感消沉 多尔滚是顺治欣赏 永远都过不去的那道坎 他憎恨并厌多尔滚 因此一听他的事 倒是振作起来 内心充斥的全是仇恨 神父看出来了 于是想了想又继续表明 天主会清算多尔滚的罪恶 您能为您可怜的母亲做些什么呢 她生养了您 她保护了您 她为您骄傲 您的身上寄托了她的梦想 天主会印见您的良心和良知 说出来 您能为您的母亲做些什么 您知道她在期待呢 顺治听此彻底冷静下来 在她心里 母亲终究不一般 想了想她做了一个决定 澄清 新娘依旧是那位科尔庆公主 本来因为靴子行刺事件 顺治是可以顺势退清的 可如今为了母亲 哪怕她依旧厌恶这桩婚姻 也只能选择同意 果然孝庄得知此事很是高兴 顺治心里也好受了许多 眼珠子一转还借机向孝庄提出 射死囚 免赴税 蒋将士 封郡王的请求 然而这些要求都被孝庄一一拒绝 理由也很简单 不争赴税怎么奖励将士 杀人越获大逆不道的囚犯们 都被赦免能打下一只金尸 而封伯伯尔为郡王的事情 就更加不妥了 她一事无成 郡王的帽子又太沉了 根本担不起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日后再跟你讲清楚 说着孝庄越发怀疑 自己这个儿子是否真正长大 他明明还是个傻也不懂的屁孩子 被拒绝得顺治很不开心 但也只能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向母亲道歉 同时又向母亲承诺 明天这个时候 我要让额娘高兴 让大清国高兴 转眼就到了大婚的这天 顺治满脸写着抗拒 但流程还是走完了 很快天黑 新鲜出炉的夫妻端坐在婚床边 顺治依旧一脸不开心 半天没啥反应 新娘子倒也不上心 反倒津津有味地磕起了瓜子 一颗接一颗特别来劲 顺治突然有些不会了 从娘子身上捡了一颗瓜子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旁的老嬷嬷急了 催着接盖头 怕误了及时 顺治再不情愿 也不能真的一直拖 于是深吸一口气 还是接了盖头 那一刻顺治看呆了 即便对这个便宜老婆 不是很感兴趣 她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女人美得很精致 半晌后顺治终于反应过来 主动开口 嗯 下巴上有个东西 就这样两人也算是正式认识了 顺治还讨了些瓜子 两人边嗑瓜子边唠嗑 顺治说起了他们小时候的事情 科尔庆公主关心了一下顺治的脚伤 现在还疼不疼啊 老嬷嬷虽觉得进展缓慢 但看得一脸义母笑 当然也不忘正式 催促两人吃子孙啵啵 然而就在这时 老天爷很不给面子 一道巨雷划破天际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真是有点太不吉利 这不太非成功找到机会 当了一回脚屎棍 这老天爷啊 真是会捣乱 早不变脸晚不变脸 偏偏人家高兴的时候 添这份恶心 好像谁得罪他 好在笑装反应极快 急忙远场 这老天爷是怕得罪我们 怕我们的大婚冷清了 硬是给我们敲敲锣鼓点点花灯 这是洗雷 是来自上苍和大帝的祝福 太后都这样说了 大臣们就算在有威辞 也只能压尽心里 笑装十分满意 让索尼转报所有喜客们 今夜尽情畅欢 但老天爷明显不给大清国面子 不一会侍卫就匆匆来报 天安门遭雷击了 宫灯也失火了 索尼脸色大变 急忙把消息禀告给笑装 笑装心里急啊 但面上仍不改色 让索尼给自己倒上酒 缓缓走出大殿 用手指将杯中酒洒出几滴 然后跪地向老天爷开骂 说完一饮而尽 再把杯子摔在了地上 而随后又是一阵雷鸣电闪 雨下得更加的大了 至于笑装他真的不慌吗 当然不是只是在众臣面前 他只能做个主星 也因此到了深夜 笑装的狠辣一扫而光 他害怕急了口中不停地念头 这不是老天在下语 是先帝的泪 笑装突然起身走了几路 求老天爷不要为难他的儿子 老天爷 你别看府里过不去 他是个好孩子 你就冲着我 你别太为难我的儿子 他是个好孩子 我求求你了 此时的顺制也撇下自己的新婚娘子 独自看着大雨 听着惊雷 第二天雨过天晴 顺制来到皇后寝宫 对于这个妻子 她还是有期待 毕竟长得足够好看 然而这一局 就看到她正在打骂宫女 只因为宫女找不见一件粉色衣服 顺制看她如此跋扈 顿时便没了好感 很快到了用餐的时候 笑装有意指点一下 自己这位亲侄女 未来该如何当好大清国的皇后 有一件事你得明白 你现在不是王爷府的宝贝丫头 你是我们大清国的皇后 王爷府的宝贝丫头 不高兴了可以发脾气 说什么都可以无所顾及 可皇后不行 皇后必须得端出架子 所有的喜怒不形于色 吃饭不可以发出声音 饭菜不合口不可以抱怨 你一个大清国的皇后 就连我也算上 没有比你再尊贵的女人 你站在皇上的身边 就得压得住阵脚啊 就得透得出你盖世的威严来 有了威严 即使一言不发 也抵得上千言万语 孝庄的教导 皇后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 但有一点她清楚了 那就是她再也不能 像从前在草原上一样自由了 从此她便是被无尽的规矩和权威 束缚住了 只是她傲慢不及惯了 即便明白其中道理 也不可能瞬间就变成温顺的小绵羊 这一天顺制来陪她吃午膳 向来节俭的顺制就发现 皇后把瓷器换成了精气 于是便发了几句牢骚 说此举太过奢侈 结果皇后丝毫不顾及丈夫的颜面 当场翻了脸 整个天下都是皇上的 十几件精气算什么破费 不喜欢电说不行 我把他们换掉好了 顺制试图跟她讲道理 这天下虽是咱们爱心觉罗的天下 可这天下的钱财 却并非都是咱们的 养兵养力养朝廷 都需要无数的花费 那国库里的银子 也不是想用多少就能有多少的 所以咱也不能太奢侈浪费 皇上的话我牢记 所以云有了亏寇 我从娘家补上 夫妻俩一个讲理一个赌气 认知不在一个层次 根本没法沟通 只这一句变怼的顺制无言以对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顺制只能没话找话 夸着宫里的花开的喜庆 可皇后不懂得顺泊下人 竟直接嫌弃花的香味太宠 还让人给搬走 顺制再怎么说也是皇帝 总不能再三被人下面子 于是不仅不让人搬 还问起了花名 胡杜鹃 刚从南原运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除了家父 别人侍候不了这种 也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顺制就注意到了花树子 只是皇后脸色实在不好看 顺制也不好聊太久 便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果不其然顺制前脚刚走 皇后后脚就开始发脾气 别人的东西 一只浪花也是好 我的东西便是金子也是粪土 可问题是此时的顺制才刚出门 压根就没走远 将皇后摔东西的举动 听的是明明白白 心里那叫一个气 但偏偏她顾着皇帝的面子 还不好光明正大的计较 只能拂袖而去 然后赌气 好几天都不踏进皇后寝宫 也许是为了吸引皇上的注意力 也许是被这身宫里的规矩 压抑地喘不过气 于是皇后大半夜的就开始发疯了 光着脚跑到外面去吹冷风 还说了一堆神经兮兮的话 什么皇宫里涮门窗的大漆 一定掺了牲口血 被子里的棉花肯定都是发霉的 她从心底里厌恶着 这个地方的每一件东西 表面上全是金边银边的 里面全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可大冬天的在外面发疯 皇后直接一病不起了 且因为赌气不愿吃药 孝庄听说了这事之后 立马训斥了儿子一通 额娘都跟你说过多少回 你全都当成耳旁风 不就是青花瓷换成了金器 这多大的一件事情 也值得你呕那么大的气 我没有呕气 你这是在跟我呕气 你是找了个茬给额娘理赠的 你作为一个皇帝 其他的都可以依赖大臣亲信 可唯有传宗接代不行 连传宗接代你都做不到吗 顺之无辜被骂内心一场苦呢 只能再次找到神父汤若望倾诉 然而这毕竟是皇帝家事 汤神父也不敢多加干预 最多当个树洞 公顺之发泄发泄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没过多久 皇后突然就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在池塘边开心地喂鱼了 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鱼 鱼吃食的动作也是蠢蠢蠢的 让人看着心情舒畅 而能把皇后哄开心 这还得是太妃的本事 她治好了皇后的心病 又和孝庄聊了点闺蜜间的亲密话 见气氛到位 就提出让自己的儿子伯伯尔 参加议政会 还说这是儿子自己要求的 自己这个当母亲的 实在是推托不过 就只能来求孝庄了 但一马归一马孝庄很清醒 当场就拒绝了 议政会大臣们对此也议论纷纷 有人觉得伯伯尔年纪太轻 有人觉得伯伯尔也是先帝的亲儿子 还有人觉得皇帝六岁就能登基 为什么伯伯尔连个议政会都参与不了 但由于孝庄有一票否决权 大臣们也不好违逆他的意愿 为此主事的郑亲王心中大为不快 已经开始做自己的盘算了 而安郡王将议事的结果 全部禀告给了顺治 顺治也很为难 他也想让弟弟去参加议政会 可自己说了不算 皇上正苦恼之时 安郡王却被皇上所画的水牛土 所吸引 看安郡王如此喜欢 皇上就将这幅画赏给了他 与此同时郑亲王开始搞事 因为马上就到了 一年一度的秋决时间 他明知道顺治曾被尸体吓到 还当众在议政会上提议 让皇帝观展 美其名曰断炼一旨 以消除他内心的胆怯 大臣们对此意见不一 正在这时老吴慌慌张张地跑来 带来一个晴天霹雳 皇上去世了 郑亲王带着大家伙匆忙来到乾清宫 然后庄严地走进大殿 看见皇上一动不动摊在殿台上 都十分心惊 可就在这时 皇上自己又起来了 大臣们这才明白 原来是小皇帝炸死闹着玩 但大臣们又岂是他可以随便戏弄的 郑亲王当场决定 今年秋决需要皇帝观展 顺志这才觉得害怕 不敢吱声了 后来他还小心翼翼地向安郡王打听 那么粗的脖子 难道一下子就砍断了 安郡王告诉他 只要把刀高高地举起来 轻轻地落下去就行了 到了深夜 一场大雨瓢泼而来 顺志呆坐在皇后请殿门口 一声不吭地看着大雨 花树子默默地给他披上披风 顺志就问他 老天爷在为谁落泪呢 花树子回答说 顺志他自己伤了心 忍不住了吗 顺志就调侃 是不是老天爷看到你的老家塔了 所以流泪呢 花树子不以为然 老天爷才不管穷人的事呢 顺志还是心肠软 一听这话 当即让花树子明天去内务府 零点银子补贴家用 可花树子却觉得这钱自己不应该拿 话音当落皇后突然走了出来 看见两人有些亲密 心里说不出的极度 不过他没有当场发飙 而是坐下来为皇上开导 让他不要为明日的观展紧张 谁知这安慰话说得太直白了 丝毫没有顾及一个 年轻皇帝的自尊心 更重要的是 皇后还会声会色地说起了 草原里更加残忍的行刑方式 顺志自然就不爱听了 起身就甩袖离开 皇后见此 立马把气全都撒在了花树子的身上 谁知道顺志又打了个回马枪 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气得怒斥皇后的泼辣与狠毒 两人的斗嘴全面升级 皇后更是往顺志的心里扎刺 顺志被气得泪流满面 却丝毫不知该如何反驳 直到最后才冒出一句 你要是那么喜欢看杀人砍头 那就离开皇宫吧 与此同时也就是这天晚上 安郡王的福晋正在生孩子 安郡王担心的来回踱步 可老吴突然来了 还带来了皇帝的旨意 让安郡王赶紧进宫剑甲 安郡王两相为难 最后只得抛下生孩子的老婆 进宫剑顺志 这来了才知道 原来皇上和皇后吵架了 顺志正裹着被子 躺在大清疆域上 失落不已 他的自尊心被皇后骂得荡然无存 甚至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配做皇帝 孝庄心里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安郡王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只有皇后说了实话而已 安郡王没法跪在地上 安慰了这位小皇帝整整一夜 第二天凌晨才赶到家中 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噩耗 福晋安战无涯 孩子命落黄泉 安郡王听后笑着哭了起来 留下一身的落寞 转眼又是一天过去 大清国一年一度的斩首大会 正式开始 此时的顺智皇帝只有14岁 在别人早恋的时候 他却只能去观看最为血腥的斩首大会 犯人被押上台之后 看台上的各位大员和皇亲国妻 全部都对着斩首大会望眼欲穿 唯独未成年的顺智却十分紧张 偏偏一旁的太妃还不嫌是大 火上浇油 说起了有一年 有个家伙的脖子特别硬 砍了好几刀都砍不断 气得多儿滚从这儿跳下去 用自己的佩道 把那家伙拦腰剁成了两截 刚和顺智吵过架的皇后 听此还黑黑的笑了出来 手起刀落人头落地 观众们都大声叫好 而此时的顺智早已消失不见 原来他又去一旁倒墨子了 还好身边有个安郡王给他把试着 这才没有当众师太 但心里阴影绝对是留下 对此老马也只能说一句 可怜的顺智弟啊 画面一转 就到了秋冽的时候 文武百官 皇室宗卿 都随着一起来到猎场里 只见顺智骑上高头大马 一展少年男儿的英姿勃发 然而就在这时出问题了 本该随皇帝一起狩猎的皇后 迟迟未出现 原来他不乐意去马背上颠簸 因此又耍起了小脾气 吴总管只能如是禀报皇上 顺智只能随着他去 一晃两年过去 又是秋冽的时候 顺智再次等待皇后一同狩猎 可皇后再次放了顺智鸽子 连性亲王都忍不住调侃 我给皇上气瘦了 还气得不善呢 这再猎性的马 两年总该驯服了 是啊都两年了 堂堂皇后只顾着耍脾气 顺智忍不了了 毕竟皇后再不来 自己在兄弟们面前的面子 可就真的一点都不胜了 于是他亲自去请皇后 对着皇后就是一通大吼大叫 骂他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但皇后丝毫不切 我就是不喜欢骑马 为什么要为了你 为难自己去做不喜欢做的事 你到底算什么东西 看来硬的是不太行啊 为了大局 顺智直接化身舔狗 给我的面子 换上便装 出去骑上那匹马 给那些宗室个做做样子 这样不算为了 哪怕就是坐在马背上做做样子 也好过完全不去 可皇后就是不想做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最后更是直接甩出了一句 我不会骑马 这可把顺智给气坏了 生长在科尔沁的人 在马背上睡着了都不会掉下来 你现在竟然告诉我你不会骑马 这不是故意打我的脸 好 既然你不骑 那就让花树子上马 花树子自然不敢僭越 毕竟那可是皇后的马 而自己只是个奴才 这时皇后也冲出来对他遗旨气势 但顺智就是不想让皇后好过 直接表明 既然奴才的身份不配骑这只马 那就给花树子升个飞吧 配了吧 这下皇后傻眼了 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花树子也不能抵抗圣灵 便乖乖地骑上马来 可顺之一起侧马奔腾 很快孝庄从老吴嘴里的 知了事情的全貌 心累得不行 当即找到皇后质问 你到底会不会骑马 皇后不敢骗他 只能承认自己会骑马 孝庄听此头都大了 赌气也不是这个赌法 可谁让这是自己的轻值女 只能好声地劝导了一番 随后孝庄又命损 去调查了花树子的家庭 一听说花树子全家几辈人 都是奴才 孝庄就打定主意了 一见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竟然也跑到宫里来 还站住了脚 可是奴才终归是奴才 宫里容得住他们 是想顺溜溜地使唤他们 谁也没打算拿他们当主子 让奴才爬上了主子的位置 那宫里的预算房 不就整天供着咸菜鸽 这就是做梦也甭想跨越的阶级 孝庄作为这个阶级的统治者 自然也不打算打破这个阶级 所以最后决定 把花树子给赶出功德了 至于皇帝当众宣布 花树子晋升为非的事情 那是他自己不顾后果一意孤行 就让他摔一跤吧 索尼自然从命 结果刚一出门 就看见老吴正在搭毡包 不用问 这肯定是给花树子搭的 于是索尼走上前去 趾高气扬的表明不用再搭了 搭好的也都拆了 结果老吴竟直接当没听到 索大人就不明白了 你的小太监咋就不听话呢 您是奴才 我更是奴才啊 咱们都得憋着劲啊 听皇上的 您说是不是 这两个老家伙凑一起 就是两只千年老狐狸 谁也不服谁 老吴这段时间还收了个儿子 叫搭老吴 天天跌来跌去的教授 蠢相十足 而他也确实是没心眼 当初给那个快死的太监捅窟隆影的 也是他 看花树子家里可怜 还曾用自己的私房钱 接近花树子的爹 于是此时正在拉煤炭的他 突然看到花树子和皇上骑着马 飞奔而过 心里内叫一个高兴 压头片子 终于熬出头来了 我这挨了扇 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下一秒 就看见皇后的马自己跑了回来 原来花树子出事了 于是也是他背着花树子 跟着皇上一起 慌慌张张地回到大营 看到花树子受伤 皇后别提多高兴了 大拉吴还想瞧瞧花树子怎么样 被便宜爹给拉到了一旁 大拉吴很是不满 您这人也不让瞧 还让我天天拉探 我呢把您老当亲爹 您老却不拿我当亲儿子 这都做的啥事啊 搭了吴越说越觉得没劲 老吴见词 更加确认这孩子是真傻 这藏在肚子里的话 能随便掏出来就说吗 藏在肚子里 那才是宝贝呀 掏出来的是什么 是 傻小子 行了你啊 给我滚吧 而孝庄也正在劝说顺子 将花树子撵走 顺子自然是不同意 毕竟自己话都说出口了 就算最后不能真将花树子风飞 也得给个其他补偿 向人撵走太不像话了 可孝庄坚持 不能过分抬举这些奴才们 顺着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 只能开始寻死密活威胁母亲 气得孝庄都举起了大巴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索尼来了 还带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经过太医诊断 花树子已经有身孕了 这下孝庄就算是在想将人弄走 可看在孙子的面子上 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与此同时皇后趁皇上不在 是出口恶气 结果却被回来的顺质给撞见了 顺质十分体贴地 将花树子给扶到床上 然后光明正大告诉他 正是不会让你离开皇宫的 因为你已经怀上龙胎了 皇后彻底傻眼了 那顺质到底是什么时候 爬上了花树子的床吗 这是老马不知道 但老吴最清楚了 索尼当即找到他质问此事 毕竟你们太监最擅长这种 迎桥取宠的把戏 老吴表示自己很委屈 所大人 就算我是皇上夹着的一个屁 那放不放也不由我呀 那就是放出去 也有熏不到的地方 还有我在这宫里苦心经营许多年 不是您一句话 就能把我们赶跑的 皇上往地下吐口谈 您能给填起来吗 您不能吧 我能 如果说自己是皇上的一条狗 那您不也在太后身边 疯狂摇尾巴吗 咱俩其实没有啥不同 索尼听此自然不一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直接杠了起来 最后是老吴的嘴皮子更厉害些 索尼根本杠不过 最后干脆直接动手 扇了老吴两巴掌 两人因此彻底有了嫌隙 另一边皇上和安郡王 正同游散心 突然伯国尔就出现了 并且表示自己有一事相求 顺治还以为是他丘烈拔得头筹 想要自己做继马 立马就签给了他 可谁知伯国尔不要这个 而是表示 希望皇上派他去江南前线为国征战 顺治自然是没有答应 这一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兄弟 去往最危险的前线 要是真出了啥事 这坦他过不去的 二来这事他好像也做不了主 于是想了想直接表示 一点经验都没有 你既不熟悉敌人 也不熟悉自己的将士 你去前线有什么用 前线已经很吃力了 你去吧 他们少不了为你周旋呵护 就别再给他们添麻烦 伯国尔听此立刻垂头丧气 但也只能失落离去 而他前脚刚走 老吴后脚就来了 注意是哭着来的 原来索尼行动也推快了 直接去校庄面前告他的状 要把他赶出宫去 关键是校庄还准了 老吴可不就慌了 后果立马来到校庄帐篷里 说是给母后请安 实则想给老吴求情 可校庄一眼就看穿了 自己儿子到底是个什么心思 奴才啊就是一条狗 你不能跟他贴得太近 贴得太近啊 短不了哪天他咬你一嘴 等流了血 你才明白过来 那就迟了 可顺治却觉得 我们养的都是哈巴狗 哈巴狗不咬人 两人正在说笑的时候 索尼来了 也正是顺治下令传来的 他当着校庄的面质问索尼 为什么要调走自己的奴才 而不跟自己说 不过索尼早就找好了借口 不慌不忙地表明 皇上宠幸花树子的事情 理应由老吴记录下来 可他失职了 那以后花树子 度中孩子的血脉清白 就无从得正 也就是说 谁也不能一定一记肯定 他父中孩子是龙种 这话还真没毛病 主要皇帝的孩子也不是小事 必须万无一失 可顺治听此却很是脑袋 怎么递我睡个奴婢 还得向你汇报啊 那既然这样 你们就派个人拿上笔墨纸验 我钻哪个被窝 他就钻哪个被窝 实在不行你们自己上 这话足够大逆不道 索尼急得不知如何答话 孝庄却在一旁全程看戏 直到最后才做出总结性发言 两只脚踩的地方不一样 那凭说事情的大小 这辈子就会争个没完了 你想想看 一个人要是踩在云彩上 那这么大的事情 就是天大的事情 要是掉到了井底下 那天大的事情 也就井口那么大了 所大人 就按皇上说的去办吧 就这样孝庄 轻轻松松平息了此事 当然他也向这位 年轻的皇帝顺志 发出了警告 毕竟顺志把索尼叫到这里来 当着自己的面数落他 不仅是为了让索尼难堪 怕也有让自己难堪的意思 顺志很委屈地开始解释 为什么随便一个谁 都能来指责自己 以为你贵为天子 可是你没有头脑 不安事事 这也让顺志再次质疑自己 如此没有头脑的他 真的适合当皇帝吗 与此同时 花树子的父亲安巴杜 从达拉乌那里得知 女儿怀了龙主 那是开心到天上去了 喝了个大醉 就要闯皇上的行宫 然后被恶硕将军直接拿下 有索尼大人负责审问 达拉乌收到消息 火急火燎地找到老吴 告诉他 花树子的爹被抓起来了 赶紧去告诉皇帝 可老吴不以为意 抓起来就抓起来呗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又不是你爹 达拉乌立马表忠心 我是您的儿子 我变成骨头渣 说着还表明 审问安巴杜的正是索尼 老吴本不想理会这件事的 但听到是索尼负责审问的时候 那骨子脾气立刻就上来了 转头就给皇上报了信 另一边 安巴杜正在当着索尼的面吹牛皮 索尼看不惯他这小人得势的嘴脸 准备命人把他拉下去承接一番 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但就在这个时候顺制出现了 老吴还宣读了圣旨 赏了安巴杜良田 房屋 官职等等 这可把安巴杜感动得嚎啕大哭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死死抱住皇上大腿 皇上皇上 奴才保不了你的大恩杂德 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下辈子还给你当牛做马 奴才全家都是你喜欢的畜生 你想杀想花 这个大型认主场面 可算是把顺制嫌弃死了 且安巴杜高兴不了多久了 因为太妃又打算搞事情了 太妃本就对孝庄和皇上不满意 得知花树子有孕后 就更是不开心 毕竟他儿子啥也没有 于是眼珠子一转 便有意和皇后亲近 还在皇后面前吹小风 说摄香能断胎气 你千万不要乱用 那这自然就让皇后起了心思 于是他就假装胸口憋闷 要求太医在药方里加摄香 我听人家说胸口憋闷 闻一闻射香气就顺了 把这味药给我加上 射香药性沉重 命人不可善用 你总治不好我的病 我还没有责怪你呢 你让我怎么办呢 奴才该死了 我胸口闷得慌 都快被闷死了 我要用射香 别的药治不好我的病 太医一听这话 其实就猜到了不对劲 主要一来经他诊断 皇后说胸口憋闷八成是装的 二来这射香也治不了胸闷 皇后却非得强调药 明摆着有问题 因此太医虽然答应 在药丸里加入射香 但用量极小几乎闻不出来 如此一来才算万无一失 只是皇后可就不高兴了 这点三瓜俩早有啥用 也懒得装了 直接就吩咐太医 下次直接把射香拿给自己丢了 太医顿时就慌了 自己就是个医生 不想掺和宫里的龌龊事 于是他转头就去找了索尼 将这其中的不对劲一一禀明 可这是就算在不对劲 也无凭无据 索尼也只能告诉太医 给皇后娘娘开的药 该开的药一分不能少 不该开的药也一分不能多 太医顿时心里有了底 因此皇后求射香一事再次失败 她气急败坏可又无可奈何 毕竟此事见不得人 不过皇后也不想就此放弃 转头就找到了太妃 太妃可是个聪明人 再加上此事本也有她的窜度 一句话就点透皇后的心思 娘娘的鼻子瘾这么重 除了射香 别的恐怕解不了了 皇后听此直接跪倒在太妃身边 一口一个额娘叫着 并让额娘帮帮自己 孝庄的媳妇对自己如此孝顺 这可真讨好到太妃的心坎上了 一口答应射香的事包在她身上 当然为了不牵扯自己 太妃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这射香只能皇后自己用 二嘛 皇后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然后没过两天 香炉和射香就到了花树子的宫中 搭把吴海自作聪明的任务 这是皇后担心花树子的孩子 日后做了帝王 提前巴结起来呢 当即就把香给点上了 花树子也很是喜欢 不过很快 顺治就来到了花树子的寝宫 一听说这个香是皇后赐予的 直接就给浇灭了 她不信皇后真那么好心 可问题是她不信花树子信了 顺治前脚刚离开 花树子后脚又给点上了 于是当天 花树子就成功落胎了 顺治一脸的麻木 因为她认为这都是孝庄 在背后搞的鬼 毕竟从一开始 孝庄就看不起花树子 嫌弃她曾经是个奴婢 正随了你们的愿 没什么可惜的 你告诉恶娘 正随了谁的愿 我不知道随了谁的愿 咱们自己知道 死吧 让她一块死 死了你们眼前都干净了 与此同时 太医又跑到了索尼这里 求索尼保命 因为她早已看出来 花树子不是平常的落胎 且永和宫难浓郁的藏香里 还藏着色香的味道 偏偏这藏香又是皇后娘娘所赠 凶手是谁已经很清楚了 她怕的是自己会被当成帮凶 稀里糊涂就丢命 而太妃也装模作样的 跑来问责皇后 不是说好了 自己的东西自己用吗 谁让你这么害人的 皇后只能一个劲地装傻 想把这件事给糊弄过去 可是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 皇后每日每夜地睡不着 只能巴巴地再次找到太妃 跪在地上祈求 一天好好伺候太后 伺候皇上 伺候你 日后您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亲女吧 救救我们 有了这句话 太妃亲切地把皇后搂在了怀里 另一边花树子落胎之后 顺制就以索尼办事不利为由 将后宫的事情转交给老吴 但是孝庄不同意 那前任明朝宦官勿搏的例子 还在那里活生生地摆着 你怎么非要犯同样的错 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了 顺制还真就不听了 一条好狗而已 一条听话的狗 有什么可担心 而对于老吴来说 可算是等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从始至终 他知道自己地位卑贱 可就是宫墙上的一块砖头 也知道冷知道热 知道高知道矮呀 可咱们是什么呀 是奴才的奴才呀 受了多少计 受了多少醉 才熬到今天呢 我他妈容易吗 我 说着还对着顺制地的方向 连磕了好多个响头 并交代各个小太监们 千万不能忘记皇上的大恩大德 孝庄见事已至此 也只能随了儿子 转头查起花束子落胎的事情 一查的啥都清楚了 凶手正是自家侄女 这东西不出于预药房 那他又从哪弄来的呢 想也能想出来吧 是啊 只有太妃 于是孝庄当场做了个决定 这件事都谁知道 赵太医和我 都是可靠人 这件事 当着你我的面 把他埋了 如此一来 整件事情当中 唯独花束子是真的受到了伤害 从此彻底枯萎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 秀女大选马上就要开始 童辣月的母亲 正戴着她在裁缝电视衣服 老板娘一顿彩虹癖 把母女俩夸的脸上笑出了花 可偏偏有人不识相 说这衣服不好看 场面顿时紧张了 原来是乌云珠和她的丫鬟 也在此挑不了 丫鬟看着比在自己身上的布料 脱口而出 不好看 谁说这裙子不好看呢 乌云珠健壮立马解释 他们并非有意只摘小姐的穿着 然后又提醒对方 裙子的下摆有些过长了 走路会拖地的 童辣月的母亲仔细一瞧 还真是 老板娘也是善善一笑 立马给拿去赶了 这是童辣月与乌云珠的第一次照片 童辣月笑容勉强 乌云珠礼貌大方 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 而太妃此时正带着儿子伯伯尔 在裁缝店对面的酒楼里蹲点 原来 太妃提前就看上了童辣月 于是便拉着儿子一睹芳容 可是好巧不巧 伯伯尔看到了率先出来的乌云珠 然后她的眼睛里 就再也看不见其他女人了 这可能就是阴差阳错 乌云珠出自厄硕将军家 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才女 和安郡王一样 师从吕师傅的门下 画得一首好画 就这一幅水牛图就画了许久 已经画出了令人惊艳的灵动和鲜活 刚好乌云珠的父亲厄硕将军 来接他回家 吕师傅就借机和他聊了起来 开场便是一顿赤子了 乌云珠一身才华 前程远大 你这当爹的 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呢 但厄硕将军却有着别样的心思 随后吕师傅便来到了安郡王府上 此行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安郡王提亲 他受厄硕将军之托 想把女儿嫁给安郡王做妾 安郡王觉得太胡闹了 长幼玄殊 自己一直把乌云珠当作小孩子 怎能如此胡来 还请师傅帮我回绝了这件事情 可厄硕将军也有自己的理由 一是圆了安郡王膝下无子的遗憾 二是安郡王敦厚可亲 是个可靠的依靠 厄硕将军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进入那水深火热的后宫 安郡王听此也想明白了 厄硕将军真是想拿自己来党皇上 但是在秀女的眼中 谁不想陪伴在皇帝旁边 厄硕将军自以为是 为女儿着想 可女儿不一定会领他的请 不如问问乌云珠的意见 再做打算 吕师傅听此呵呵大笑 其实他也明白 乌云珠这姑娘确实心理天高 不过这也未尝就是件坏事 而相比乌云珠的闲境 童爱月则更喜欢玩闹 但母亲不答应 舅舅简郡王又想把她练成文武全才 各种严格训练 最后同蜡月进啥也没学好 记住就有跟你说的话 要想在帝王身边站住家 光有女人的小把戏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你会 别人都会 说不定比你来得更机强 你得有自己的花样才行 不过还没等蜡月彻底的开窍 简郡王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 太妃看上蜡月了 还已经正式向郑王府提亲 希望把蜡月嫁给伯伯尔 简郡王十分不满 本来可以得到一只凤凰 到头来却给你一只鸡 这怎么能行 和父亲一起盘算后 觉得应该让孝庄早点知道这件事 于是父子俩就约了索尼这个老家伙 希望他帮帮忙 可选秀的事情 如今是由老吴全权操办的 索尼不怎么上心 但一听说太妃要来抢秀你 他就不能不说话了 毕竟他是坚定的太后党 于是这件事 就传到了孝庄的耳朵里 孝庄自然不准别人插手选秀 尤其是不能让太妃 抢走他的儿媳妇 于是当场下旨 以内务府的名义 颁布京师内外 凡被选的秀女家不分贵贱 人不分雅俗 地不分远近 在宫廷临选之前 不许许配人家 一律不准 乌云珠的父亲和继母 也为了选秀的事情吵了一家 继母希望乌云珠继续参选秀女 但厄硕将军不想把女儿送进虎狼窝 两人吵翻了天 乌云珠很是伤心 随后独自找到了父亲 他告诉父亲 放在心里面 起初只是好奇 后来便像得了心病一样 连做梦都在想他的样子 看着女儿的深情 厄硕将军心中 只忧心女儿的未来 您别难过 女儿只想请您一件事 放我进宫 去参加离选 让我能够尽一些 看一眼皇上 你让皇上看一看我 我想让皇上跟我说话 心比天高 只怕命比纸薄我 与此同时 纳月的母亲亲自拜访太妃 脸上笑呵呵 但是嘴上却是一点不饶人 她果断地拒绝婚事 并把校庄下的那道旨意 当作自己的挡箭牌 太妃气个半死 却也只能吃了这碗闭门羹 当然他并未就此放弃 准备使出昏招 怂恿伯伯伯尔去向皇上 讨了腊月 伯伯尔拗不过 只能去面见了顺治帝 然而在见到顺治的那一刻 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要皇上为自己留下乌云珠 一听说伯伯尔想要个女人 顺治可开心了 自己的弟弟终于开窍了 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 然后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还特意嘱咐老吴 记得选秀那天把乌云珠给刷下去 然后给放到伯伯尔的选区内 另一边 即将参加秀女大选的乌云珠 也已经正式出师了 与师父苦口婆心地交代乌云珠 你要记住 你的母亲是汉人 你的身上有满人的血 也有汉人的血 你要带着汉人的血 站到满人的皇宫里去 乌云珠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他绝顶聪明 自然听出了师父的另一层意思 也明白师父的苦心 又想到皇上也酷爱画水牛图 原来这就是吕师父一直让自己 练习水牛图的真正原因 不过还没等乌云珠表示什么 安郡王就顺道来拜访吕师父 乌云珠只能告辞离开 可就一眼 安郡王就发现了端倪 于是问起了吕师父发生了什么事 吕师父并未回答 只是表明 秀女之争仅次于科举 乌云珠需要一个助力 说着他把乌云珠亲手所画的水牛图 交给了安郡王 希望他成给当今圣上 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安郡王果断拒绝了 不难 但是我办不到 吕师父怀疑 难道安郡王对乌云珠钟情他人一事 而耿耿于怀吗 可实际上安郡王只是认为 将乌云珠的画作成给圣上 借此给两人搭现 这是操纵裙带勾结串联 是要一臭四方的 对此吕师父好一顿大骂 其意当今圣上君后不和 人尽皆知 而乌云珠品貌非凡 是少有的半军良人 您就不为圣上想想吗 其二国内战事不平 圣上肩负的国势已经沉重不堪 难道还要为乱糟糟的家事所累吗 其三君王一怒流血千里 但是龙踏枕叛一言 剩余百姓十万相伙 您就算不为皇上着想 也不为千万民众着想吗 吕师父口若悬河 讲的全都是正儿八经的大道理 安郡王思考了两久 只回了吕师父一句 您说的对 可您绝没觉得自己管得太宽了 另一边老吴从上位之后 排面是越来越大了 出来看场戏也是前呼后拥 戏院老板更是把马屁拍到了天上去 我再知道您演大 给您担保 演到明年这时候都不带虫样的 虫样不虫样没关系 要演的地方 我是给宫里宴戏的 污了我的眼 脏了我的耳朵 你可休想挣到宫里的银子 挣得着挣不着还不是您一句话 从今往后 您的眼睛就是我爹 您的耳朵那就是我你啊 把老吴给哄开心哄 然后老板就说出了来意 这王公大臣的各位千金 都尚赶着让您给瞧瞧了 这下子老吴就不高兴了 往这正道不走 专跑这黑地方钻耗子窟窿 本公公我是猫精 刚之不阿 专得那步走正道的 老板被骂了一顿 颤颤巍巍的溜了 但其实老吴也不是个正儿八经看血 没过多久他就溜出去透风了 说是透风 其实是来赌场挥汗如雨了 连赢了好几把 那开心的简直不像话 第二天安郡王为皇帝献出水墨画一符 并表示此画乃有人所愧 看来安郡王终究是答应了 吕师傅的请求 而顺志在看到画的那一刻就惊呆了 怎么和自己的画一模一样呢 不仅神色而且灵魂契合 还比自己的水牛图 记忆高超许多 顺志如获之宝的一样开心 然后就去找到了花树子 花树子自从失去孩子后 心情一日比一日的消沉 但这天皇上却突然来看他 自然开心 然而顺志一边抱着花树子 还一边仔细端向着这两幅水牛图 一心二用也是绝了 突然顺志瞥见了 水牛图上的印章和签名 他慌里慌张地爬下床来 想弄清楚这几个汉子 写的到底是什么 为此还立马下令传安郡王进攻 然后就丢下花树子一个人跑了 花树子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梦醒了独留自己待坐在床上 安郡王进攻后 顺志也确定了画的作者 就是乌云珠 厄朔家的女儿乌云珠 伯伯尔看上的那个乌云珠 顺志的内心十分纠结 偏偏在这个时候 偏偏又是这个人 与此同时 老吴又出现在了赌场里 原来自从上次尝到了甜头后 他就对赌场念念不忘 只是这次运气就不那么好 输了个金光 老吴慌了心疼自己的钱包 甚至想着来场霸王赌 然后不出意外地被人揪住 赌场的幕后老板 也就此闪亮登场 老吴这才知道 原来赌场的幕后大佬是迅王爷 迅王爷十分阔绰 一出手就把 需要老吴答应他两个要求 一是维修紫禁城的木材 由自己供应 二是为童腊月选秀入宫 提供便利 另外童夫人还加了一条 那就是把乌云珠 给神不知鬼不觉地筛下去 老吴纳闷了 这不是和皇上 给自己交代的一样吗 但他还是死死拿捏 迅王爷立马就给老吴画了个大笔 两个人精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笑到了一块 很快就到了选秀的这一天 童腊月五官精致 美得不像话 乌云珠依然在弃至这一块 拿捏得死死的 老吴挨的挑人 看到童腊月确实美得惊为天人 便让进去面试了 看到乌云珠时也是眼前一亮 左右思索后 让乌云珠也进去面试了 童腊月的一首情音美妙动人 评委们都十分满意 理所当然地被留了牌子 乌云珠展示了一篇 洋洋洒洒的草书 评委们也十分欣赏 甚至还觉得乌云珠的言谈举止 比童腊月更胜一筹 但老吴表示皇上不喜欢草书 然后就把乌云珠的牌子给气了 到了晚上 秀女临选的结果就下来了 童腊月不仅中选还是投牌 一家人开心的就跟过年一样 而乌云珠则躲在闺房里 伤心流泪 吕师傅原本还准备了庆宴酒 结果听说乌云珠被气了的消息 如五雷轰顶 冒着雨去找安郡王 却得知安郡王早两天前就离京了 而顺着这里也醉得不省人事 老吴看到散落一地的牌子 和挂着的乌云珠清理草书 心里顿时一惊 稍加思索就明白得差不多了 太妃也得知了选秀的结果 自己的准媳妇童腊月 还是被选走了 她心里十分不快 但伯果尔却不以为意 还让额娘不要管那么多事情 太妃听了这话更不痛快了 我不管 难道让你的皇兄管吗 你的皇兄明明答应了 要把童腊月留给你 如今却出而反而 羞辱我们母子 眼看着母亲越来越激动 伯果尔只能承认 自己根本没有让皇兄答应 把童腊月留给自己 自己要的是乌云珠 我不喜欢装枪做事的女人 更不喜欢争强好胜的女人 我喜欢 伯果尔就这样 挨了老妈一个大嘴巴子 太妃看着这不听话的儿子 既心疼又生气 次日孝庄太妃和皇上皇后 一起面试入选的秀女 乌云珠的中途退赛 将童腊月送上了快速晋升通道 失去了劲敌的她 简直就是一路开挂 进入店内后 童腊月暧昧的眼神 加上拉斯一笑 顺志早已被勾得春心荡漾 孝庄也十分满意这个儿媳妇 直接当场册封她为童妃 并赏赐入住锦人宫 不过完事之后 孝庄也开始怀疑 郑亲王的侄孙女竟如此优秀 可这老家伙竟然一字不漏 自己是不是受到埋伏 中了激将法了 到了深夜 童腊月被包得严严实实的 送到了顺志的床上 昨晚睡得好吗 嗯 为什么不自己从被子里钻住 太疼 白天有胆子抛媚眼 晚上倒矜持起来了 顺志才不吃这一套 被子一把扯掉 便是干柴烈火云与相逢 正当俩人情到深处时 忽然一阵风 将乌云珠的草书吹落在地上 顺志立马抛下童腊月 捡起了自己的宝贝 她也猛然想起来 今日也是乌云珠与伯国尔的大喜之日 于是便命老吴 把自己的文房四宝当作贺人 送给他们 还要求必须送到他们的洞房里去 这文房四宝是皇上用旧的 又在大半夜的送来 伯国尔左思又想想不明白 伯国尔是责怪我 众母亲吻 日后让我多惜文末 不猜得对不对 伯国尔傻乎乎的 还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吞辞 唯独只有乌云珠明白其中的含义 眼看时辰也不早了 伯国尔脱了衣服 然后竟然去练功去了 丢下新娘子独守洞房 乌云珠生殿的丫鬟也是看不懂 要我看哪 贝勒也有毛病 皇上更有毛病 太妃在这新婚夜也突然出场 诉说他们母子这些年的不义 乌云珠也心有悲戚 答应太妃 自己会好好照顾伯国尔的